火锅店扫码点餐收集个人信息 法院判决停止侵权 消费者的微信头像 密称地区和性别 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个人信息 扫码点餐时 餐厅擅自提取以上信息是否违法 近日 德阳市京阳区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 一名消费者在火锅店就餐时 被要求扫码点餐 消费者认为该店获取的诸如手机号 生日 姓名 空俊路等信息与餐饮消费无关 商家侵犯了其个人信息 法院审理后 判决火锅店停止侵权 针对此类扫码点餐问题 上海中联律师事务所律师郭小明认为 消费者可自主选择点餐方式 商家获取消费者信息 需取得明确同意 卢某到德阳市区某火锅店就餐 服务员告知 必须关注火锅店的微信公众号才能点餐 否则无法提供服务 卢某提出用纸制菜单点餐 对服务员拒绝 为使服务继续 服务员未经同意使用卢某手机 关注了该店的微信公众号操作点餐 在进入德阳城城城火锅微信公众号时 页链提示德阳城城城火锅申请获得 你的微信头像 昵称地区和性别信息 虽然有拒绝允许两个选项 但只能点击允许后才能点餐 卢某认为 该火锅店收集个人信息 此行为既不合法也不正当 更无必要 侵犯了其个人信息 故诉至德阳京阳区法院 要求火锅店删除个人信息 费礼道歉 而该火锅店认为 微信头像 昵称地区和性别属于网络化名 没有侵害个人信息的风险 法院经审理认为 卢某到火锅店就餐 并无必要提供手机号 生日 姓名 地理位置 通讯录等与餐饮消费无关的信息 火锅店公众号强制收集卢某的微信头像 昵称地区和性别信息 违反了收集 使用个人信息的合法 正当 必要原则的法律规定 侵犯了罗某的个人信息 京阳区法院判决火锅店停止侵权 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 删除获取的罗某的个人信息 德阳市京阳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彭诗文介绍 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规定 个人信息的界定 实际上有两条路径 一为识别 二为关联 识别路径是从信息到个人 即通过相关信息能够识别出测定的自然人 本案中被告提取的微信头像 昵称地区和性别信息 即使将几种信息结合在一起 出与原告有特定关系的单位或个人 通常无法识别出特定自然人 此时 该信息并非法律保护的个人信息 关联路径是从个人到信息 即已知既定个人 知晓关于该个人的进一步信息 能够关联到特定个人的信息 不以特殊性为前提 其作用是丰富既定个人既有的人格图像 使他人知晓更多关于该个人的情况 原告在被告处用餐 用微信扫码 原告为已知既定个人 餐厅通过提取信息知晓了原告的微信号 昵称地区等信息 该信息为原告个人信息 依法应语保护 本案中 消费者本人在现场 扫码点餐提取的微信头像 昵称地区和性别 属于关联路径识别了个人信息 是法律规定的个人信息 应语保护 上海中联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晓明认为 餐厅扫码点餐实际上涉及到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和是否侵犯个人隐私两方面的法律问题 首先 消费者在餐厅就餐时 拥有自主选择权 只置菜单点餐 柜台点餐 扫码点餐等均可选择 商家不得强制消费者扫码点餐 而关于扫码点餐是否侵犯个人隐私 郭晓明认为这并不绝对 需要从消费者授权同意 和商家严格保护和管理所获取的信息 两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在需要获取消费者信息时 商家必须取得消费者的明确同意 如果消费者同意通过这种方式点餐 并且也同意获取包括头像 例称 电话号码等信息时 商家则不能算作侵权 郭晓明说 此外 商家在获取消费者信息内容时 是否正当合法 必要 也是其是否侵权需要考量的问题之一